新北社一處工地交到五名男子上門去大弄 那麼現場是把印有大量被害人的大頭照文宣貼的到處都是 原來是因為主權跟被害人是有感情糾紛 才會因此暴復恐嚇 警方事後呢 巡弦是把嫌犯帶回了派出所 依照社違法來送辦 而事實上像這樣未經他人同意就亂貼照片 即便上頭是打了馬賽克 如果是足以辨識當事人身份 還是可能涉及刑責 五名男子舉起在工地前方 拿出一張又一張傳單 不停的貼在圍禮上 目測至少有數十張 圍禮被紙張貼的密密麻麻 這群男子的行為 通通被從高處拍了下來 而事實上他們貼的可不是什麼宣傳單 而是別人的大頭照 男子疑似與別人發生感情糾紛 照片被對方亂貼在工地圍欄上 不過有些人為了躲避刑責 會將照片馬賽克 但其實這樣依舊處罰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英哥一處工地前方 被害人跟一名王姓男子 之前因為感情糾紛鬧不合 對方就找來其他友人 跑到被害人工作的地點 把印有他的大頭照單子 貼滿整個工地圍禮 五人大鬧現場 最後也被警方依照社違法送辦 但類似這種亂貼照片的行為 恐怕還會觸犯其他刑責 無論有任何糾紛 利用這類貼照片 字條等行為 除了造成被害人心 就無法解決問題 還需要為此先付出法律代價 記者林英文林函婷新北採訪報導